如果小师叔 能够来学院认教就好了 有他的指点 我们肯定能很快提升 师尊 弟子有一眼 怎么又是他 怎么哪儿都有他 师尊 弟子家乡有一种说法 学习分很多种办法 最低等的是死记硬背 较好的是理解记忆 最好的则是交给别人 有人做过实验 让两拨人读同一篇文章 告诉其中一拨人 读完以后要讲给别人听 最后这拨人 明显记住得比另一拨人多 所以说明 只要人心中 有交给别人的概念 就会逼自己学得多 学得快 嗯 不错 老夫记得呀 曾经在一本古书中呢 看到过这个故事 所以弟子想 可否 可否请小师叔 来学院上几堂课 必定对他参选盟主 大有弊意 你意下如何 获可一试 那就从明天开始吧 是 小师叔要来上课了 小师叔啊 小师叔啊 你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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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死了